中共大凶制造分治 最后一条让习揪心 习想恢复文革全面专政 一元化恐行不通 年轻人躺平吓坏中共 00后成前辈羡慕对象 华尔街做空中国股票成热潮 经济问题是体制问题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2024年是楼年 而文革结束的1976年也恰好是楼年 中国在1976年发生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 比如说吉林降雨时雨 唐山大地震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朱德与毛泽东相继去世 四人帮被抓捕 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 2024年又恰逢是楼年 中国新年刚刚开始 针对中共的凶兆 就一个接一个的都来了 近视频人王友情撰文分析指出 首先是发生在2月10日正月初一的山东省日照市 举县宅河村的特大枪击案 因为中共严厉进枪 所以这起枪击案件就格外的引人注意 让中共感到恐慌的是 干不但死伤严重 还有两名警察也丧命 而且有两名凶手都在逃 虽然中共一直对外压制消息 但案发的一天以后 2月11日 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就火速发布 关于建立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日 报告制度的紧急通知 要求重点排查 可能诱发个人极端案事件的风险隐患 并且给出了详细的规定 这从侧面证实了该枪击案的真实性 可以说大年初一 山东省就给了中共一个大大的凶兆 那第二个呢 让中共感到心惊的是 2月13日的大年初四 这天早上的8点钟 河北省邢台市仁泽区 金湾孟都小区9号楼 突然发生大爆炸 有网友发布现场图片显示 三层楼被贯穿 中间两层楼板被炸得整体坍塌 陆媒报道表示 几公里外都听得到这如雷般的爆炸声 现场是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据称该爆炸属于有人蓄意报复 这对深知民怨极大的中共来说 不能不说是后怕 第三个对中共来说大大不利的消息就是 中共的股市在遭正创 上证指数先是死守3000点大关 之后分别跌到2900点 2800点 2700点 到2月5号大年之前 竟然跌到2643点 而这一点燃了股民们的怒火 纷纷涌入美国与印度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大吐苦水 还纷纷希望美国能够除掉中共 并说 极以中国人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虽然中共狂删铁 但估计够心惊胆战的 因为被中共吓唬惯了的百姓们 都在前往呼叫沉慎无广 而过了年 中共的股市更是出现惨淡的局面 2月13号 据FX168财经报道说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在最新的季度评估当中 把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金地地团 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内的66家公司 从MSCI中国指数中剔除 这表明 摩根士丹利将在2月29号 开始对上述中国股票 进行大规模抛售 而很多人也会趁这个中国股票 还没有下跌之前就赶忙抛售 可以推断出 大年后中国股市还会暴跌 这对中共来说 无疑是一技重锤 因为中共无法预料 损失惨重的中国股民 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 第四个可以说是中共体制内官员的思想倒戈 最独立士兵人蔡慎坤爆料 她的一名中共体制内朋友说 今年他们圈子里的人用微信拜年 不像从前那样发新年快乐 而是清一色的发送除夕快乐 大家对此是心知肚明 虽然不明说 但是都会互相点赞来表明自己态度 这对一直要求下属 对其绝对忠诚的习近平来说 实在是不妙 因为他今年都禁止百姓过除夕了 结果他手下的这帮官员们 就故意背后搓塌痛处 看来这些中共官员对习近平也是思想倒戈了 2月16号 中共解放金报发表文章 《以文正锋 性化政治生态》 作者是傅又瑶 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政法委政治工作局工作 因此该文也被认为是 表明中共党回习近平最新政治态度的文章 在该文中 关键词政治生态竟然出现了21次 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政治生态这个词 就在中共的各种宣传文章中不断的出现 而在中共内斗不断加剧 官员普遍躺平的当下 习近平又把这个词搬了出来 压制红朝官员们 近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 再次强调 所谓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声称要坚决防止考小圈子 拜码头 搭天线 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 在中共内外交困的当下 习近平所强调的这些言论 是为了加强所谓的意愿化领导 其要求中共各级官员相互形成所谓的清清爽爽的同事关系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就是禁止他们拉山头形成反习小圈子 并实现定语一尊 其实习近平的这套说法来源于文革 在文革刚刚发动的1966年8月13日 是按毛的心思的林彪 就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吹捧说 以主席为轴心 我们做墨盘 以其按主席指示办事 要一元化 中国知名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曾经说 集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 不允许有个人隐私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所宣扬的全面专政 而这也表明中共党魁想恢复到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中来 所以借金爆喉舌先发出信号 但现在即便在中共内部也是党心涣散 成了一盘散沙 习近平想加强一元化领导 恐怕也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中国年轻一代用躺平来对抗中共的压仗 虽然遭到口诛笔伐 却称为80后90后们羡慕的人生赢家 2月16日 正好真相传媒在X平台发了一则提文 说00后是绝代佳人 下面还附上一则视频 有博主在视频中读到一篇文章说 躺平的00后成了80后与90后们的羡慕的人生赢家 他说00后干掉了高房价 不买房 干掉了民政局 不结婚 干掉了妇产科 不生育 干掉了幼儿园 没孩子 抛弃了KTV 不娱乐 现在又干掉羽绒服 披上绿色战袍 廉价军大衣 穿上新鲜的花袄 没有车袋 不买车 没有房袋 没有下一代 整个一个绝代添交 有网友在知乎上大胆写道 对于躺平的人来说 生活看不到希望 躺平是因为 不想日复一日的重复 无用而无忘的劳逸 躺平是为了脱离这场苦海 而且 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纷纷逃离曾经努力扎根的大都市 选择到偏远小城定居 云南大理气候宜人 而且消费低廉 着实吸引了很多城市青年 昆明当地市民许先生 对这一现象表示说 很多大学生都去跑外卖等等 找不到工作 就是看不到希望 中国梦和年轻人没关系 和中国人也没有关系 听够了那种谎言 他们想逃避 不是他要自愿躺平 那是被迫吗 虽然00后用躺平 来对抗中共的割韭菜 但中共对年轻人不想赚大钱 纯上极简的低成本生活方式 口诛笔伐 中共官媒新华社 曾特意转载南方日报的文章说 躺平可耻 哪来的正义感 文章还直接说出 中共最担心的一点 即躺平族不利经济社会发展 如果年轻人都躺平了 中共还怎么割韭菜呢 于是 中共不但在舆论上抨击躺平现象 还命令中国电商平台 下架所有和躺平元素有关的商品 包括 也有躺平字样的T恤衫 杯子 手机壳 办公椅和婴儿车等 看来 下入经济困境的中共 似乎被这群日益觉醒的躺平年轻一族 吓得惊慌失措了 而躺平主义也被中共看作是挑战及意识形态 危及中共政权的无声抗议运动了 日前据美媒彭博社报道 美国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现在正越来越流行做空中国股票 有观点指出 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 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在美国华尔街和其他地区 因为中国出现房地产危机 通货紧缩和青年失业率上升等问题 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正在逐渐消失 2024年才刚开年 MSCI中国指数就下跌了将近7% 比2021年的峰值低了近60% 而其MSCI名胜也决定把几十个中国公司 从多个指数中提出出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授权投资中国股票的基金经理人 正尽其所能的减少潜在损失 而被美国银行调查的三分之一受访者都认为 如果看到中共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提振中国房地产行业 这些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中国股票的配置 但问题在于 Global Data TS Lumber总裁David O'Neill指出 中国投资组合流动的大松绑 才是刚开始阶段 他表示 中共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所帮助 但结构性驱动因素将继续主导 整个金融周期 2月15日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 针对华尔街做空中国股票一事 发表评论说 中国股市金融下行趋势 而要想翻转这样的下行趋势 确实有难度 吴嘉龙说 主要因素不是资金问题和税的问题 首先是要有信心 当投资人没信心时 很容易就变成空投趋势 空投行情 那样就会一直跌 最后一定是跌过头 他指出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那是个无底洞 你不卖别人也卖 你只好被逼着买 就是大家都会陷入一个 你抛售我抛售这种行情 就算没人做空 也救不起来了 因为中共的那些救市措施都没有用 吴嘉龙认为 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衰落 就是因美中关系搞坏造成的结果 也就是说 是习近平对美国翻脸 不是美国对习近平翻脸 吴嘉龙说 习近平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要和美国平起平坐 要争夺世界霸权 要人民币国际化 取代美元 中共做出那么多事 自己挑战美国 威胁美国 人家现在做反击 你有什么话说 今年疫情后 各国在2023年的经济和股市都在复兴 唯有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几乎属于全球垫底状态 吴嘉龙表示 投资者如果看到中国经济领域 和实体经济的复苏 股市不再创新低 大家才有信心 逐渐回中国来投资 这样做 中国股市财油下跌 就会转成上涨 那个来势就会很强 他也耐心指出 现在整个中国问题是这样 习近平就算是下台 恐怕也没法复苏中国的经济 因为现在中国 已经被折腾了很久了 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 已经不是领导人的问题了 而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